下雨天的SOY6 我們躲在這個大麻店 就坐在這個吧台 看這些哥哥弟弟妹們都在幹什麼 讓我把鏡頭放大一下 喔 再放大一點 這個數位變焦實在不好啊 變焦不好 但這位Uncle好快樂 OMG 這是在攝護線保養嗎 Oh Jesus 哇 這個摸不到硬塊 你沒有攝護線的問題 要不要喝杯酒 我再看一下 真的沒有硬塊 進來喝一杯嗎 不啦 小妹妹 我要繼續逛 我好得很啊 哈哈 這裡真的是Uncle 阿公養老的天堂啊 真的差不多阿公 欸 阿公 Hey Grandpa What 我幫你通一下 啵啵啵啵啵啵啵 前後都通 哈哈哈哈 Damn 所以大家告訴我 全世界還有哪個地方 可以像Patazia這樣 那麼適合老人家在這邊養老 如果有的話 請留言告訴我 所以呢 我建議大家 我們應該趁年輕的時候做準備 來到Patazia這邊 為自己的將來 想一想 OK 先來個衝擊波 所以根本不用那麼多煩惱 不用那麼擔心你老的時候怎麼辦 什麼人壽險 養老險 養老今天不用你找 買單機票來到Patazia就對了 看嗎 你不能通過 除非你進入我 哈哈哈哈 所以養老的選項 不是只有一個 在台灣孤島的朋友們 你們可以好好思考一下的問題 這一看就是咱們祖國同胞 同志們好 歡迎你們來到泰國Patazia 喔 不該說是Patazia 應該說巴迪亞 中國同胞們都說巴迪亞 歡迎來到巴迪亞 在這裡咱們都是一家人 你不用捅我 我也不用捅你屁眼 喔 來了一個妹子 這個妹子就是做個Motorbike 我不知道她在幹嘛 但她走進我做的這間大馬店 嗨 沙瓦里卡 嘿 來了一位飾演兄弟 她在 喔 這是走峭壁嗎 哇 哈哈 好creative 我下次也要這樣走走看 叫做什麼 貼著妹妹走峭壁 又來了一位Uncle在這邊 See you around 其實大家可以試想一下 當你們老的時候 你們走在獸魚流這條街上 除了可以享受到 視覺跟聽覺上的衝擊波之外 你還可以享受到很多 觸覺跟肢體上的碰觸 所以我們想想看 但對於預防老人痴呆症 這裡是個多麼好的環境 跟治療法 而如果今天是在台灣養老呢 我們只能關在家裡 看著愚蠢的節目 或那些垃圾的政論節目 你噴我 我噴你 然後我們自己等著發爛發臭 要不就是被推著輪影去公園 然後你看我看你 等著升天 更別說如果今天是在台灣的公園 我們每天只能遇到一樣的人 說的一樣的話 但是如果今天是在帕太 我們可以遇到來自世界各地 不同的人聽著不同的語言 可以預防我們的腦部退化 還可以吃到這些現切的新鮮水果 任你選擇 再加上這些炸過的小魚乾 跟辣椒刺激味蕾 這簡直就是讓人回春嘛 你根本不用浪費以前吃任何中藥 喝著冰咖啡 再來一份鳳梨跟青芒果 然後抬頭看著妹妹 Oh we are young Yes forever young 那雙翹來翹去的美腿跟腳丫子 真是好看 你們應該知道我在說哪一位 喔全身刺青這個穿著豹紋的媽媽桑 現在來上班了 大家看到沒這個提的白色包包 穿著豹紋服的就是媽媽桑 這媽媽桑的身材背影看起來非常不錯 優生啊 OK廢話不多說 我們放大看美腿 我對不起大家這畫質好爛 因為我的Pocky3還沒來 又下起了大雨 妹妹們只能妄語心態啊 客人們在哪裡咧 結果來了一票客人 但又不進店裡消費 能咋辦呢 這是雨天的心情啊 好吧 這就是人生貂皮烏拉草 唉呦 有個叔叔去看我說的美腿啊 這是yes or no Oh 結果是no 叔叔要走了 換個角度 再換個角度 現在來個超光速好了 我家那位跑到畫面裡咧 啊 他說他肚子餓要買麵吃 結果這麵攤一來生意就跟著來 麵攤生意比妹妹的生意還好 買的人越來越多 就連外送的也來了 WOW 隊伍還越排越長 原生才如此美好的妹妹也來排這麵攤 這麵攤應該好吃吧 我已經等了快15分鐘了 我的麵還沒來 結果又來一個攤 哇這裡要變成buffet區了 呵呵呵 我在soy6吃buffet 我的麵終於來了 呵呵 這叫什麼啊 這叫低頭吃下面 舉頭望妹妹 簡單的幸福啊 欸 黃色攝護線安可回來了 他們這樣根本就像在巡禮 所以老人家走在soy6 身心非常健康 而且也不用擔心攝護線肥大的問題 因為這裡有人幫你促整 咱們又再叫了一碗麵 有時真的很佩服自己 真的很會吃下面 OK吃飽喝足雨又小了 咱們可以走回去牽車了 其實在soy6這麽多酒吧 我覺得他們那個氣氛都太過雷同 不知道為什麽沒有一個老闆 去開一間氣氛比較不一樣的店 就像是那種妹妹陪你喝咖啡的店 然後燈光不要這種又粉又紫的 而是那種很柔和 我相信生意會不一樣 Oh my god 前面一直不斷的打閃電 現在在趴大的海灘上閃電交加 所以我相信在這條街上 只要有一間店 它的氣氛是截然不同的 然後你可以坐在那邊 靜靜的喝咖啡或者跟妹妹聊著天 生意一定會很好 嗯 可以思考一下這個事 我就舉我平常很喜歡的那個 Tiffany's Bar為例子好了 它的氣氛就是跟別的酒吧截然不同 你在那邊可以輕鬆喝著酒 聽著音樂或者看著電視牆上的 古老MV 甚至你可以很自然而然的 跟旁邊的陌生人 就交起朋友來 很容易交流 See 前面右手邊這個轉角處 就是我說的Tiffany's Bar 它是這間很可愛的酒吧 所以在這裡你可以輕鬆喝著酒 跟這些uncle就變成好朋友啦 OK所以我得往左走 我今天車停在前面的路邊 這左邊新開了一間 這算餐廳嗎 也不是 反正這間是新開了 之前每次走都沒有 OK 所以這就是給大家看到 帕泰亞平日的街道 尤其剛剛下過大雨後的景色 就是這個樣子 那雖然剛剛下過大雨呢 但是這個大雨無法交洗男人 火熱炙熱的內心 所以 We love Thailand Bye 大家晚安 MING PAO TORONTO